然后我们现在公布第一名是得票20分 怎么样20分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熊猫品鉴团 大家一定很好奇今天为什么会是我来开场呢 今天我们要举办我们期待已久的熊猫品鉴团 阿德来的猪肘王大赛 没错我正前来到了德国小镇Handos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这里最有名的两家卖猪肘的店 去迎接我们的专业选手 Let's go 买题了回家回家回家迫不及待的回去试吃了 HELLO大家好千呼万唤使出来 我们终于来到了阿德猪肘王争霸赛的现场 对真超级的 好久都没有吃到猪肘了 收到猪肘呢 因为就是阿德最有名的一个美食之一 就是德国村的猪肘了 然后我们这次制作也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也去了德国村好多次了 三次次了 但是每一次都不开门 然后今天我们终于买到了两家非常有名的猪肘 然后一家是Handorf Inn的 然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后还有一家就是它对门的 The House 对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来评比一下 到底哪个猪肘是我们的最爱 而且这两家店的实力的话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对都很厉害 对 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吃到肉 看到这个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肉了 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反正就今天还挺期待的 看看到底是哪一家好吃 因为还真的是没有这样去测评过 那么今天呢除了有这两家比较有名的餐厅以外呢 我们还特别的邀请到了一位名厨 那这个名厨是谁呢 当然是我了 啊 泡家老师这回不剪头发做饭了 对对对 我今天将会代表业余组的选手 出战阿德诸手王争霸赛 哇 现在交给你们两个一个任务 好 就是你们猜一下哪一个是业余组选手 也就是我的作品 这很明显啊 怎么明显啊 原来我不会笑 这很明显啊 就是最黑的这个啊 为什么呀 我觉得能做出这样的猪肘 它一定是有很多的艺术想法的 对 就是你看别人都是 哎呀 就是这个猪皮的颜色有什么好看对不对 戴点 戴点 戴的颜色 还能加进去那种炭烤的香味嘛 对不对 原来就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风味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 所以等会你吃的时候你就知道 肯定是我的最好吃 对 而且这一看就是火候相当的到位 而且不光是火候相当的到位 就是在做这个猪肘的时候啊 我也是非常用心的 我呢 选用了上等的白蓝地 然后我倒进去了一整瓶去研制它 然后各种香料我都选用的是最好的 甚至在做猪肘之前 我还给它做了全身的马鲨鸡 你要对食材有这种敬畏之心 它才会好吃 对 这点我很同意 对不对 嗯 嗯 那你腌了多久呢 三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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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昨天半夜 就因为它每半天就要起来给它翻个面去腌 我半夜定到中起来翻的 天啊 天啊 那你不是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吗 真的是三更半夜 就要翻出之后 所以不投给我这一票 说的过去吗 还是要看我们最后就是到底哪个更好吃 对 一会我们盲品 好的 嗯 对 那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 我们的比赛呢 将会由三组的一个评审 然后进行一个盲品 这三个猪肘 然后选出心目中的一二三名 第一名 得第一名的这位朋友呢 将会胜出 成为我们熟猫品片团第一届的阿德猪肘王 肘王 肘王肘王 肘王本王 得了第一名的话呢 我们就会在未来 带大家一起去他们的店里看看 去探探店 然后在店里再重新吃一次 这个第一名 如果要是我是冠军怎么办 嗯 那就去你家探店啊 去托你家 对 我感觉我们最后可能会去托你家 这个看着就很好吃 当然你还老吃 那让我们 油黑无量 对 那么拭目以待吧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切好了 切出了一种高级层性的感觉呢 真的是 本来就很高级嘛 真的是好高级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给他一个编号 1号 2号 3号 就偏黑的是1号 然后有点棕红色的是2号 对 然后这个皮稍微有一点黏起 焦的那种碎皮的是3号 嗯 然后 开始品尝吧 开吃吧 对可以吃 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要先吃口土豆泥 然后我这边都是土豆泥和酸菜 然后混在了一起 因为慌老师他不吃酸菜 所以他那边是纯土豆泥 这个酱料我们也放了两种 一个是稍微深一点 稠一点 一个是稀一点 然后淡一点的 嗯 看哪个酱料好吃 我从3号开始尝吧 我觉得 好 那我们都开始从3号开始尝吧 好 这是3号是吧 你带到那个皮和肉一起吃哦 哇 你看他们这些这个皮 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皮 哇 肥 哇 这个油脂 但是油感觉烤得很好 感觉应该很香 我也喜欢在上面放上芥末 这样 嗯 加上芥末以后就感觉没有那么腻了 嗯 我感觉酸酸的 嗯 我是计划一个蘸芥末吃 一个蘸这个稠点酱 一个蘸西点酱 看看哪个最好吃 嗯 我现在这个是蘸芥末的 会哭啊 嗯 嗯 嗯 这个很嫩 嗯 肉是好 肉是好吃的 然后我觉得不腻 嗯 而且它的皮是有嚼劲的 但我觉得皮没有很脆 是不是 对 它比较Q弹 这个皮就是比较Q弹 它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 哎 嗯 蘸多了 哎 哎 哎 哦 不想干了 肩膀蘸多了 哦 真的 哦 眼泪流出来了 我的天哪 所以说大家吃猪手 记得要小心谨慎一些 肩膀不硬蘸太多 那我们现在 现在再品尝一下这个二号吧 二号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感觉 这个皮 会比刚才那个颜色更淡一些 烤的 就是感觉有点红红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肉也是 这整体为什么这个颜色感觉比刚才那个深 嗯 我们尝一下这块吧 这块我要先尝一下 我已经尝了 怎么样 好吃吗 我觉得挺好吃 我觉得它的这个 就是 能感受到特别多胶质的感觉 就是 虽然没有那么的脆 但它就是比较耐嚼 然后 里面有些些有一点点脂肪跟肉的一个结合 就是感觉刚刚的那一个会有点点干 就是刚刚那一个的话 没有那种就是很 嗯 多汁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点多汁的感觉 对 但是你们不觉得这个特别难搅吗 嗯 就是难搅 要搅很久 然后那个会有点可以化掉 这个就真的是 这个皮就没有那么脆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买回来的原因 它那个皮就有点在那个包装袋里面 对 但是我这块 我觉得这边的肉会更柴一些 就三号这个肘子会更肥 嗯 然后这边的话会更瘦一些 嗯 感觉它可能是这个肥的都在这个 嗯 皮和肉中间 皮跟肉中间的这一块是肥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看这边 三号有点像一个大的火腿那种感觉 就很厚实 然后肉质很多 然后这个的话 你可以有这种一丝一丝的感觉能看得出来 你看这种 就一丝一丝的可以撕下来了 是吧 嗯 可以这样的 嗯 刚才那个就不行 管它吧 这部位会不会是不一样啊 都是肘子啊 是吗 感觉为什么这边都感觉 猪一棍有几个肘子啊 因为我喜欢吃肥一点的 但是你看第一个 我也喜欢吃肥一点的 第一个就像后面 我现在我目前比较喜欢吃这个 就是刚开始第一口吃的 好 那我们来尝一下尝一下一号吧 好 好 我超级期待一号呢 我也很期待 比它颜色这么的不同 来 大家看这个 这个就感觉是肥瘦相当的均匀了 这个肘子 然后 你看它色泽也特别不一样 这个真的很漂亮 你看它肥肉 就感觉基本上都已经干了 都已经进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嗯 我感觉这个搞不好很好吃 让我来尝一下 我感觉我吃到了白兰蒂的味道 老天啊 这个皮又来太难嚼了 皮有点太硬了 它太硬了 这个皮真的是 不太嚼得动 我感觉我们吃就是从最软最好嚼的皮 一直到最硬的皮 这个皮 跟我十分钟 要那么久吗 但是这个很香 嗯 香料的味道 嗯 而且真的有酒香 嗯 而且肉也很很软 嗯 这个肉其实我觉得是最香的这个肉 就很软的 尿都不差 就是这一块吧 我有点 这一块吧 我有点不太敢 鞭子 它太黑了 黑才入味了 我的妈妈 切不断 哈哈哈 一口碎心碎 我就是一口碎心碎 我要蘸一下这个芥末酱 你们有吃到紫然的味道吗 在肉里面 我的酒香很浓 它里面有一些紫然的味道 因为我放了很多紫然去腌制它 哇 吃饱了 我居然也吃完了耶 很好吃耶 这个皮我真的嚼不动 我真的就是把肉吃了 我觉得那个芥末 我觉得刚刚嚼了好好嚼 我觉得那个芥末 我觉得刚刚嚼了好好嚼 我刚刚嚼了好好嚼 我来吃一块 怎么这么快吃 怎么样 这个真的 再给我吃了就 我们现在呢 一二三号的作品都已经盲品测试完了 那所以总结一下吧 嗯 它们三个都有什么特点 首先一号就是最黑的 对 然后皮是最有嚼劲的 对 肉是最有酒香的 最有酒香味道的 嗯 对 也是最入味的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 它整体的肥瘦是最均匀的 嗯 然后二号作品呢 嗯 就是 皮的嚼劲中等 对 然后肉的话就是那种 可以一丝一丝的感觉 嗯 就是整体稍微偏缠一点 对对 如果不是喜欢吃那么肥的朋友的话 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一款 嗯 对 第三号作品 嗯 是最软的 最软糯的 对 皮也很软糯 然后肉也几乎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 嗯 那 那 现在开始投票吗 好啊 投票吧 我已经有我想投的了 OK 我也有我想公平公正 我也有我想投的了 哈哈 哈哈 那么现在欢迎第二组吧 第二组的评审 对 入场 欢迎 好了 好 现在轮到我们来试吃了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 受这个熊猫品鉴团的人邀请 特邀来 参与这个试吃点评 非常荣幸 因为以前 嗯 也吃过一些 但是就是好像是这次就是专门对比一下就是 Homemade style跟这个商业级的餐厅 有什么区别呢 对 就像喝红酒一样 如果你分开的一款一款喝 你可能不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 但是如果你把它们摆在一起呢 这个就很容易见别哪个好哪个不好 嗯 那个租走应该也是 对 英哥这个说的非常对 因为人对这个人对这个事物的直观性下 原自于对比 对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开始吧 先开始吧 那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那不行 我吃你的你是我的 哈哈哈 一号好像颜色跟这两个都不一样 我还没吃呢 颜色稍微深一点 嗯 味道还是不好 胶原蛋白 非常有角度 嗯 感觉这个是 卤味更重点 好像国内就是 比较有国内的style的感觉 嗯 嗯 对就是感觉像是season的比较重一些 嗯 然后尝一下这个二号 先尝皮 那个是回家家那个特别辣 先尝皮再尝肉啊 那我先吃一下 那我先吃一下 我觉得他们俩赶紧吃酷了那边 那边吃到二号 嗯 因为一边加点芥味吃 哇 又哭了 这边也哭了 好我先吃点这个芥末哈 大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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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在那里 透气味特别辣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呢 我再来尝一下这个份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吃芥末 它是有技巧的 嗯 你掌握这个技巧之后啊 嗯 你用面包加芥末吃都 不会上头 嗯 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下 就是分享一个吃芥末的小tips啊 tips 就你吃芥末的时候 不要吐气 不要用鼻子吐气 因为要保证 你往下咽的状态 要保证这个 你吃芥末的时候 要保证是在吸气的 这样的话 它这个芥末就不会上鼻 嗯 就不会上头 对 嗯 该尝二号 该尝三号 这个二号好像要 感觉就是会硬一样 口感上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二号跟三号 我觉得这个 瘦肉的嚼劲很像 你觉得这三款 就是 差一进大门 或者说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二号跟三号 区别不大 我觉得区别不大 嗯 然后呢 这款就明显不太一样 第一 一号明显跟这两款都不一样 嗯 一个是颜色比较稍微深一点 嗯 可能是 就像你说的 那个可能在那个颅料里面 可能放时间长了 感觉更像是这个卤的感觉更多一点 嗯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一号的这个皮 会焦一点脆一点 嗯嗯 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呢我个人更喜欢这种焦焦脆脆的 这个油脂会少一点 那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个呢 我觉得三款 三个 一二三号啊 差异还挺明显的 相对一些啊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我觉得 从这个肉质的这个 嗯 软糯程度上 一二比较像 它相对比较软 比较juicy 啊 但是这个三号呢 就相对比较硬 嗯 就相对会硬一些啊 就感觉它的汁 汁水要相对少一些 但是二三号呢 从色色上 就是感觉他们俩的这个做的方式挺相近的 因为颜色比较相近 但是 呃两个的话相比一号 二三号 肉质上 明显二号跟一号相近更软多 二号三号 颜色和做法上感觉要稍微相近一点 但是他们俩的味道上跟一号都相对 要差一些 因为一号的话就 如之前就感觉一烟的更重一点啊 嗯 那我个人也是 我比较喜欢这个综合来看 嗯 我还是喜欢 偏喜欢juicy一点 对 结合它的风味呢 我觉得一号 更复杂 而且它那个肉本身的那个味道相对淡 就是 一看就是厨师经过这个 它的这个 就是香味在里面 这个烹饪的过程中 技法或者说 用的心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更想 我是相对更喜欢一号的 相对啊 但是二号也不错 三号 嗯 就可能相比之下 嗯 反正达成共识的是三号 我觉得三号确实 我们俩应该是都不太喜欢 主要还是在一号二号 嗯 嗯 但我个人呢 觉得可能二号啊 二号可能更符合我的位置 是不是我这部分切得刚好 就是很符合我的位置那部分呢 嗯 嗯 哎我想说个什么呢 就说 嗯 因为它毕竟是猪肘子 因为咱们 嗯 常吃这个猪肘子 你发现它是分肉 跟这个皮两次 因为皮嘛 它一样的是脆 嗯 Q弹 但是肉是肉 皮是皮 一般都是各有风味嘛 嗯 但是这个一号的话 它皮会相对更Q弹一点 嗯 二号的话 感觉它更容易咬 因为一号的话 弹的部分弹 脆的部分脆 嗯 嗯 二号的话就感觉它没有什么差别 就皮就是皮 而且不是那么脆 那三号的话 感觉皮跟肉是连在一块 所以从这个 对 从这个皮和肉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一号 嗯 确实 它该有的Q弹 该有的脆的部分 它都有 但是二号呢 相对它就更软弱 三号的话就联在一起 嗯 嗯 嗯 好 那么有请下一组吧 有请下一组来 继续接到他们品牌 哎 哈喽 现在轮到我们来试试了 今天还是三份 三份的猪肘 一二三 一号三号三号的 对 然后这个猪肘 看上去就觉得有一些不太一样 首先是这个一号 很明显的区别于二三号 然后 因为颜色比较深 它肉颜色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红 二三号呢比较看起来比较像火腿那种感觉 然后 所以心里就有个失望 三号呢好像感觉特别的肥 是我这份特别肥吗 还是为什么 你的那份特别肥 我很瘦肉 那我们要不均衡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吃吧 那我们先从二号开始吃 我们先吃一口黏皮带肉的 皮肯都放了时间有点长了 就软掉了 肉的话好像就是肉的味道 没有什么特别 确实它就是这种一丝一丝的感觉 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一看明显就是一大块 一大坨 这个就是黑黑的 然后加点芥膜 这个辣枯托尼老师的芥膜 这皮感觉我可能很久没有吃过了 我感觉跟之前吃的都不一样 那是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不告诉你 那这家店我们真的没有吃 这不剧透吗 没关系的 可以剪掉的呀 反正是我剪了 一会小心差点要吃完了 那你换一家 看一号来吃 一号这个 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你其实别说 你光从看上面 我比较像是一样 是吗 一号就感觉有点像 国内的那种 左右蹄膜那种颜色 感觉让人很有识 是吗 哎呀我也觉得 我也这样觉得 是不是像跟十一来的 首先和别人不太一样 是啊我也觉得 九九的一直是异于常人 哦 这个肉的味道 气味就跟另外两个是不一样的 确实跟二号是差别非常的大 其实是好吃 哦 哦 这个皮绝了 跟这个肉比起来 皮稍微 差了那么一点点 不会啊 可能你碗里的不大好 哦 我肉还挺吃啊 看起来还是蛮 颜色看起来还是很有齐 这块是有点异 怎么了 我都感觉我的牙齿在咬在石头上 嘣嘣嘣嘣的感觉 我要忘记欲言牙医嘛 哎 这块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 这块是软的 我喜欢这个猪肘 为什么 因为就从一个猪肘里面 可以吃到不同的口感 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 在我第一块吃的时候 那个酒味特别重 但第二块就没有了 你看 你看 它这个猪肘 刚才那个颜色是 就是比较淡的 这里中间又是红的了 真的 真的非常不错 一个猪肘我可以吃到好几个 太棒了 我喜欢一号 我们接下来试一下三号 三号 哇这个真的好肥啊 我真的我们现在要玩 我这个三号看到有点慌 那先试一下 用脸皮带肉 这个皮感觉就是 软软的 没有什么脆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肥肉的质感就是蛮好的 肥肉脂肪 我觉得我后面不跟你换 肥肉脂肪 好硬啊 我这里还有 可是 你要不要吃这块 我这块有皮 我不想吃 这个好吃的 这个也是好吃的 这个跟二号是不一样 二号是比较 精一点的 肉是一丝一丝 二号就感觉像一个 巨蜡身房练过的 巨蜡身房练过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 像我这样的 这种肉的质感 我觉得三 我这边三口才是练过的 原来我们这是一场盲人摸象 吃的不一样 吃的不一样 好了 我已经知道 我心中的排位是怎么样 我在想 我上次说要投投老师一票 如果不投他的话 他会怎么行 我没有这个困扰 你没有这个困扰吗 反正你投的也不是他是吧 因为我感觉我喜欢吃的就是他做的 是吗 所以我没有困扰 太好了 出于制作员的考虑 他真的夺乖了 我们真的去他家拍 能拍点啥 让童年老师做海鲜饭吧 好 吃完了 好吃 让你嚼一会 总结一下三个出手是各有特色 从外形 香烟器 还有它的口感 是各有特色 真的有点难取舍 不过 不过 那我们就投票吧 直接投吗 这么快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打分的环节了 好了 我们现在三组评审都已经全部的试吃完毕了 然后马上就要出结果了 陶老师 紧不紧张啊 好紧张啊 预测一下肘王是不是你 我觉得我会是肘王 毕竟我做的这么好吃 对不对 但是你有投票给他吗 第一名 而且我说什么贵 说实话 我没有投给陶老师 嗯 那你有投票给我吗 就是我其实第一名没有了 但是二三我纠结了一下 然后投了一个比较人性的一下 那我知道你投了什么 因为我当时也是 就是虽然第一名没有给陶老师 但是我也就是 人性了一下 人性了一下 但是不不 这个很客观 充满了关怀团众 很客观的把陶老师还是很 陶老师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对 但是陶老师的那个肉 其实是最有味道的 它真的是最入味的 最用心的 而且那个酒香真的绝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公布结果吧 好的好的 我们先公布结果 我们先从第二名开始公布 好的 第二名是谁呢 第二名是得到了14分 哇 是2号 2号 2号 是the house the house ok 我怎么感觉 等号20可能是第一名 我觉得这样突老师 可能是第一名 我觉得突老师一定是走啊 对对对 因为我确实没有投给HandoV 对 所以说我觉得 但是HandoV其实在我这里是第一 然后刚才我们忽然间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吃了这么多 忽然发现其实切的部分不一样 每个人吃的口感是差很多的 对对对 就我和凯就吃的是比较肥 所以他就会好吃一些 但是这个结果 不要再吃了 让你的好吃 留点给我 做的是 好 ok 我们现在公布第一名是 得票 谁啊 20分 哇 26分 好厉害啊 是20分 1号 等一下 那这样我们就要 又要去你家烫顿饭了 所以大家其实是为了烫饭才 对啊 大家肯定是为了去你家吃饭 然后才成为了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就大家刚才都说了 那个皮是最香的 去我们家探店的时候 我给你们做西班牙海鲜饭 连个已经立起来了 因为我是西班牙海鲜饭的老残粉 一定要关注托老师的频道 嗯嗯嗯 我是托尼 然后也要关注这两位的频道 对 即将有新频道开始了 对 奖杯了喽 好 这个阿德 恭喜你得了第一名猪肘 或者一个块的猪 送给你 恭喜你 阿德 取得了第一件 阿德猪肘 阿德猪肘 鼓掌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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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投票给我 就虽然这个皮有点硬 嗯 不是 是有点脆 对 但是还是很入味的 所以我知道 走王肯定是我 别你啊 因为我是最用心的嘛 对 而且我也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真的不是 关键是我做了两次 我之前有一次试菜 天啊 用了两周的时间 没有 我现在觉得那个 哎 这食材都是我的 不行不行 你不能跟我抢 这是我的 不好吃 所以感谢各位给我投票啊 未来我会在这个厨神的路上 越走越远 好的 厉害 期待下一次的西班牙好想办 好的 那这次比赛是我们七位评委的意见 投票结果 如果你们觉得 对 谁才是真正的阿德莱德铸肘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意见 对 以后和托老师一决高下 对 一决高下 欢迎 感谢大家收看熊猫品鉴团 番外篇之阿德铸肘王争霸赛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帮我们 点赞 点论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好 谢谢 谢谢